这瓶没有颜色的是什么东东 这个是初榨椰油 英文叫VCO Virgin Coconut Oil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油的好处 而且是一个贵的保健品 有很多人以为是很难做 其实不是 我这里教你们是很容易 也很省钱的 你们所见到的 这个多过一半的棉市瓶 是500克的油 是用了10亿亿的椰浆 或者是1公斤的椰浆做成的 500克是多过500ml少少 eShopee的价钱 250ml的初榨椰油 已经是17架多 现在我有500 所以是不是30多架 但是我用了10元的本钱 我是不是省了20元 你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你会觉得这么长时间 是的 这个时间是很长 但是其实它的步骤是很简单的 你学了之后 你以后就会很欢喜做的了 之前我教过你们做椰油 是以热的方法 现在这个是以冷的方法 它们是完全不同品质的 而且两个的价钱都不同的 我们来开始了 那个所谓Lodo 你们可以用1.5L的 我们一旗带 Monday 改静掉 Baajun 包括Dpedira ultimately冲营 其实可以用到2-3 就也快速把手做了 羊肉丸 它不足处 Woho 人用浮到 payer 我们在马来西亚很幸运 我们可以买的是很浓缩的椰浆 所以这里的椰水是很少的 留一层就看到到了椰浆那边 水 脂肪 涮到水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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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过去 放入鱼 其实到这里你可以停止直接拿去的油 但是我觉得油太少 所以我再次将它经过多一次的冻和热的发酵 希望我多些油 所谓的热不是很高温的热 只不过是温暖的热 所以你能明白这个搓散椰油的原理 没有是一冻一暖的来提炼搓散椰油 当然冻和暖的时间很长 约10个小时以上 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 就是你们尽量拿那个油 到渣那边不要再刮气 因为很容易拿到那些水分 下来的总结或者是 summary 我会教大家怎么记得步骤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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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